今天蔣劍程頻道在北京機場 我現在回香港的途中 現在在等著掌機 在這幾天 就跟一些靜卿的朋友聊天 知道靜卿最近的情況 最近情況基本上都不是很理想 不理想就是 現在大家都真的站著不太敢動 估計現在的產量都沒有看到很大的變化 但是明年好像有些行家說是中國電影的寒冬 有些大導演基本上他們都不敢動 一方面是因為現在電影局已經屬於中宣部 以色形態的事情 你知道那個變動很大的 大家都是不如不動制動 而另一方面就是那些稅金的問題 我想香港的議員都受到幾大影響 尤其是12月31日就很快了 還有個兩月就已經到 那你究竟是叫自己不是自首 你去到報回以前的收入 跟著一個flat rate 或者是一個什麼的價格 就是從矯 以前沒有報到稅行 第二就是如果你不報的話 那你每一次入境 都有可能被扣留 那這個這樣的情況 我相信很多人都會忍痛 要扣一些錢出來 這些稅金 也有些人可能說 不如我不回去吧 看看情況如何 如果我扣出來 不如我以前拍了十度戲 另外那些40%的錢 以後如果他們已經業不景 那我那40%我賺不得回 那怎麼辦呢 不如我不上去住了 我不拍住 我看看情況如何 然後找一些人 找一些關係 疏動一下 自己是不是在名單裡 可能這就是其中一個情況 那因為這樣 就 議員的供應 可能比較少一點 那 可能這個是 如果是最壞的時候 也可能是最好的時候 那可能有一些 但是其中有一些 香港有幾位導演 他們拍的那些 就是屬於動作 商業的主流電影 都很成功的 那究竟這個時候 會不會再拍呢 我就不太知道 不過也有些人 他們這樣分析 他們說 如果在這樣的情形 下面 你拍了這些屬於 兩劍式的電影 那種是外國主義的 如果突然間拍完之後 因為情況 可能譬如說 中美關係 回戀的時候 這種兩劍式的電影 不要拍了 那裡真的 血本無歸 還有這些戲 要用軍艦 還有戰車 全部都起碼 起碼都 我想三四億才能拍到 這麼大的製作 所以感情下面 除非國家 就是 國有企業出錢 但是我覺得 似乎在這個時候 中美關係 渣暖還行 還有現在 西方國家 都好像 有一個 怎樣說 就是 圍堵中國 這樣的情況下 如果你再拍這些 亮劍式的電影 我似乎有些危險 我想在言語上面 文章上面 火氣大一點 愛國一點 可能 但你拍這部電影 隨時 又貴 我想部分演員 現在有些都 躲起來了 可能都以正制動 在今情之中 如果你拍這些電影 回本期 其實是很難的 所以我覺得這種 梁劍式的電影 就像《洪海行動》那些 可能 我覺得可能 還有人會拍 但是 其實那個危險 都很大 就是《芳華》那時候 拍完 那些很好看的電影 剛剛 《越南關係》 跟中國比較緊張 那時候 他們都是不可以 如期上演的 幸好可以收得回 你做了這麼多宣傳 如果不可以上演的話 就算是官無歸 第二 講完電影 大家看到這片 就是我和 LA的一群朋友 回到他們 來訪問北京 因為這群 LA的華盛足球隊 組合很有趣 以前 今年是52年歷史 我認識這群球員 30年 他們以前 就是 主要都是華僑 香港人 真是 80-90%的香港人 就是打工仔去到那裏 然後 然後 一個星期 踢球 就在 Montray Park St. Gabriel 那些 變成了他們 一個社交的活動 沒有多久 就 在 90年代 開始 有一些 學生 來了 有些台灣人 來了 所以這隊球隊 有 中國大陸 也有 八九之後 他們 可能去旅行 或者讀書 那時候 開放給他們 他們很快就拿到 陸卡 然後就成立居民 所以這隊球隊的混合是很特別的 這次去北京 就是其中一位是政法大學畢業的 二有民去 羅生 今晚廣西人 懂得廣東話的 他也有關係 去了政法大學 安排了幾場比賽 其中一場比賽 大家可以看到 我剛才的 V.O裡面都說了 明明了那個类子隊 跟著那些 隊員很興奮 因為跟政法大學的 女子足球 踢 他們 跟年輕人一起 他不是草老婆 跟年輕人一起踢球 有種會春的感覺 有些 球員 就 憂養生息 前一天的比賽 跟北京的 退休國家隊隊員 他們說我不踢了 我留力 去跟年輕人去比賽 你不知 去到年輕人去比賽 年輕人去比賽 剛才的影片裡面 一群 我估計二十歲 十八歲到二十歲的 年輕人 每個人都 腳都軟了 我都害怕了 我 想說 我踢了 十幾二十分鐘而已 幸好 都不太差 表現了 他們都遷就我們 還有 有個邊線 有個十八學的女子 我想是全隊最漂亮的 經常在邊邊跑 然後 搞到 我們的左站 因為 不行 但是 人家是年輕人 要跑 跑去幾乎心臟病 然後 他們又去香港 其中 很奇怪 那裡有幾個 所以在文化環境裡面 你看到 台灣人有兩個 廣東人為主 當然 因為那個會長 Dennis 就是 香港人 十歲 去了美國移民 但是他人很開放 所以 也有 十年八年前 移民來的 一些 內地人 有東北 有上海 當然有廣州 很多廣州 有幾個廣州 以前省隊 國家隊 都有 其中一個是李寧 以前是國家隊 那他們怎樣來呢 有些 我想是八九十年代 就是挑選 他們有個特別的地方 就是 他們會 通常做手作仔 例如說 最好是做裝修 裝修後收錢 所以不用報稅 早期來的 香港人 就會做 政府公務員 例如郵差 郵差是很好賺的 還有 工作 很少 做了一會兒 跟以前 早期 二、三十年前 香港的郵差 很相似 往時的政府公務員 沒有現在這麼辛苦 香港 那 這幫人的組合 雖然 都是有些 少少隔閒矛 都是有分黨的 但是基本上 都很融合 還有 最大的特點 就是 他們 如果香港來講 他們當作是打工仔 去到那裡 基本上 他們自己就可以 做一些裝修工作 馬上可以買一間屋 馬上 一年半載 一家幾口出去做事 基本上已經可以公樓了 然後駕著車 星期日 吃東西也好 生活是很有體面 我看到他們 跟香港現在的年輕人比較 我覺得他們 有信心 還有他們的下一代 通常都是 中國人 或者是香港人 或者是 中國人 對讀書比較緊張 他們適應了制度 這些情況 我看到他們有些都已經 嘩 但我畢業 三十年前 有時候我去踢球 現在已經不如結婚生嬰兒 然後跟著 讀書好些 基本上都是 職業都是不錯的 那 有時候 住在老闆老闆旁 我看到 這幅很幸福的圖畫 所以呢 我今次都 我回到下去 跟他們踢球 可以繼續跟進 那今天呢 北京之旅 我自己就完了 那 在有空的時候 跟大家說一下 究竟有些什麼 observation 有些什麼 觀察 好 拜拜